之前我們看過 Vivaldi 所寫的 Concerto in A minor 的 First Movement 今集我們會看它的 Third Movement 亦都是 Suzuki 第四冊裏面的第五首 如果大家有看我之前的一些影片 都會知道我會說 如果我們想把這首歌拉得好聽 只靠音準和節奏是不夠的 因為你音準節奏就算再準確也好 你只是好像機械人一樣 好像電腦一樣是沒有感情的 如果我們說感情最基本的就是 你一定要有 Phrasing 你要知道樂句是在哪裏開始 在哪裏怎樣繼續 然後在哪裏完 Vivaldi 寫得很我行我素 很簡單的幾個音 但是很有它自己的風格 譬如開始的那個旋律 你聽得出它是在哪裏向著這個 A 音 然後下一句又由這個 A 音 翻回去開始的時候那個 E 怎樣翻回去呢 是用一個很簡單的 scale 下行的 scale 和少少上行 然後翻回去開始的那個 E 音 不是每一個分工都是 Staccato 只有第二小節和第四小節 是真的有 Staccato 如果沒有 Staccato 沒有點的那些音 不要拉那麼短 然後一拍 然後半拍 我就不會讓一支弓停留在弦上面 我就是 略略離開弦 至於如果你問 Vibrato 我需要不需要有 Vibrato呢 答案就是 近乎沒有 如果你有 Vibrato 是可能最後一拍才有少少 但是你聽到 Vibrato 不是那些很闊 很急速 或者很慢的 Vibrato 純粹只是 略略修飾一下那個長音 另一件事 拉這一句的時候 我想大家 感覺一下半拍的 Rest 很多時候我聽到 我的學生拉這一段 問題就是那些半拍太長了 我想問一下 你用那麼多弓的時候 你把音拉到那麼長 那半拍的優子符在哪裏呢 那些 Staccato的音 只能夠偏短 但就不可以長到 令後面的 Rest 聽不到 我甚至覺得 拉這一句小節 你要聽的不是你拉的那三個音 不是 不是拉這三個音 這三個音很簡單 有什麼可以聽呢 反而是 Rest 你要聽一下 音和音之間的那個 Silence 如果你這個Silence 你感覺到 很強烈 感覺到它的存在的話 我覺得這個也是 開頭這一句的 特別的地方 你不會想到 會有連續幾個半拍的 Rest 其實是幾不自然的 如果你真的想深一層 你不會說一句話 說一個故事 說到第二 從前有個人 你不會這樣說 從前有個人 你會很自然地這樣說 從前有個人 另外我們去看這句的時候 或者其他樂句也是 看看旋律的方向 是否上行 是否下行 上行 是用幾多個小節去做呢 就是如果上行的旋律 如果它是用幾個音 就已經做了一個很急速的上行 那當然這個是很明顯的上行 那我們就要想一下 那這個 是否代表它有一些很強烈的東西 想去說呢 大家去看一首歌 是可以用可能看一幅畫 或者看一部車的方法去做 如果面前你有一部Alfa Romeo 或者是Ferrari 你去欣賞這部車 看看它的線條是怎樣走 譬如在車頭那裡有些線條 然後這些線條一直到車身 到底是消失還是更加強烈呢 我們去看這一首歌的時候 不妨亦都用類似的方法 看看那個melody 旋律是怎樣轉變 會不會變得更加強烈 或者會不會消失了 或者會不會變成另一樣東西 怎樣變法 如果你看得到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 你去學一首歌的趣味的所在 然後再看那句 音樂上 如果大家有bar number 就是第十四小節開始 F natural是一個不應該出現的音 真正的變化所在 就是那份譜上面有solo的地方 我們看到有solo的地方 有少少像開頭的樂段 但是是添加了很多修飾的東西 其實它裡面是有旋律的 我自己就不會用它 上三把位的指法 就是剛剛第四十小節 我就會在一把位 一次過三手指是按了兩條弦 D弦和A弦 這樣幾乎是用來的 就是用來的 又是用來的 最重要的是平均 而且不要用多弦 Semi Quiver 用的弦是 就是這樣多便夠了 不要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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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很多學生拉這一段 Semi Quiver 會慢了很多 他們以為一開始的那幾個音很簡單 所以開頭的時候就很快 但他們沒有想到之後的Semi Quiver 但我們如果拉一首歌的時候 我們應該看一下首歌最快 或者最密的地方是哪裏 譬如Semi Quiver 你有信心把Semi Quiver拉到多快 可能是 如果是這麼快的話 那你開頭就應該是用這個Pulse 就算是 Ja –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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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m – B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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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這速度不是Presto 但我們沒有想一首歌裡面 有多過一個速度 我們想有一個很清楚節奏的關係 半拍就是這麼快 如果Pulse這麼快的話 半拍就是 Ja –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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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ulse這麼快的話 Semi Quiver就是 Ja –す – Da – Da – Da 唯有是這樣的關係很清楚 我們才能練到左右手 否則難的我們就慢了下來 容易的我們又快 整首歌就會斷開很多節 那別人怎麼聽呢 可能大家拉這首歌 會覺得後面的Semi Quiver會比較難 例如第75小節 我猜我的功法是調轉了 如果你想通順一點 方法就是你不可以逐個逐個音去看 我們不是看 我們不是靠眼去認 我們知道是兩個小節為一個短句 我們應該是給自己幾個小節 是一氣呵成 眼睛看譜不可以停留起 不可以以一個音一個音去停留 你要有感覺是兩個小節 或者四個小節 當你這樣看的時候 同一時間你的左手也要有這個感覺 不可以拉了四個音 或者拉了兩個音 就覺得可以停下來 3&4& 例如我剛才拉這裏 起碼都是兩個小節加一個音 由那個A音 其實它是慢慢向下的 但它怎樣向下呢 如果大家記得剛才我說的話 我們想看它有什麼變化 以及怎樣變化 它怎樣由最高的這個音 然後慢慢去變其他東西呢 其實它加了這些 然後 你的手 左右手 就是要配合這一樣東西